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多 中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这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 原本针锋相对的挺俄派和挺乌派网民 关系逐渐微妙了起来 不仅争吵减少 反而还神奇友好 之前大骂对面是物质的俄铁 一夜之间竟然化为乌有 非手司机的称呼也改成了静语 则是牛逼 因为两标都发现司机半年不投降 俄罗斯曾经百般阻挠的终极武铁路 开工在即 司机一年不投降 俄罗斯开放海深外 作为中国东北的出海口 不仅如此 5月7日 俄罗斯还推出了和越南在南海的 万安滩石油开采项目 才打了一年多就这样 这要是有来有回 打上个三年五载 中国的地缘环境能优化到什么程度 简直都不敢想 大家好 我是原载 两派网民在这样动态变化的现实背景下 不仅握手言和 而且还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 那就是俄罗斯不能崩 乌克兰也不能输 北约的输血至关重要 美国的援助也请加大力度 不要停 各方务必一起努力僵持下去 将战争红利这四个大字 一定要落到实处 为了保证这个动态平衡 能够一直持续 网友中甚至还专门进化出了一个 主打身段灵活的公平派 乌克兰墙则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墙那就反过来支持乌克兰 要的就是公平公正 谁也不能欺负弱小 自欧冲突爆发的那天起 关心国家大事的中国网友 就从未置身事外 不断地从各个角度思考 这场战争对中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国虽大好战必亡 挺俄派认为如果俄罗斯失败 纯王齿寒对中国一定没好处 同样半死不活的毛雄才是好毛雄 挺无的网友意识到 国力悬殊的乌克兰 如果被俄罗斯一小时22分击穿跪地 那么地缘军事被打破 无为大胜的俄罗斯 又将对中国各种角度展露獠牙 也没好处 似乎这场世纪大危局 无论谁赢 中国都是受害方 可怎么也没想到 现实竟给出了一个力中最优解 战争陷入死局 胜负难分 中国不仅不是受害方 反而还隐约有了一副列强的模样 作为俄欧战争场外实力最强 影响力最大的中立国 中国以美国军费四分之一的水平 竟然玩到了一样的剧本 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永远在战局之外 这句话看来说的一点都不假 今天的中美俄三方格局 不是中国家在美俄之间寻求平衡 而是俄罗斯在中美之间加奉求生 俄欧战争打到今天 让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都有了哪些重大改变 战争作为塑造文明最强大的人类活动 在肆虐毁灭的同时 也在创造着机遇 俄乌这次也不例外 作为本世纪目前最大的地缘冲突 在深刻搅动世界格局的同时 也向中国跑来了三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 利益规模由大到小分别是地缘 金融和经贸 先看地缘 这是这一年多来发生在中国身上 成果最多 收益最大 持续效果将最为深远的重大战略级影响 俄罗斯在内政外交上受到战争局势的持续压力 不得不重组自己的外交秩序 为了获得中国更多的支持 开始让渡中亚主导权 这句话的背后是一段跨度长达25年的外交风云 去年6月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称 俄方不再反对 商讨了20多年的中吉乌铁路 将会在2023年开工 这是一条1997年 中国就曾设想建设的中亚经济动脉 可为什么到了现在才谈拢 国内媒体在翻译报道时 这个不再反对用得非常精妙 四个字就将历史经纬 来龙去脉都表达得一清二楚 俄罗斯的态度就是中吉乌铁路修建最大的障碍 然而国家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 综合国力才是外交的决定性因素 俄罗斯态度的转变 正是基于两国力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随着西方制裁的步步紧逼 被俄罗斯视为后花园的中亚 也不得不最终向中国开放 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这并不是中国要来的 而是俄罗斯主动送上的 今天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 远远超过了中国对俄罗斯的需要 甚至这一关系的确立 早在俄乌冲突之前 就已经是不被明说的事实 这是2019年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 熊猫怀里的泰迪熊 你猜猜是谁 其次是金融 如果说乌克兰反攻的每一小步 都是中国在远东和中亚的一大步 那么俄罗斯每向基辅推进一公里 美元的国际贸易占比 都将下降一个百分点 美国强力制裁俄罗斯 想要击溃战略对手的经济 却没想到产生了两个意料之外的效果 一是俄罗斯被迫放弃美元和欧元 开始在各个领域 大力启用人民币结算 二是美国金融制裁的强大威力 让众多和俄罗斯经济 类似的能源出口国 意识到了完全依赖美元结算的危险 并纷纷开通人民币结算渠道 最后就是经贸利益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俄罗斯市场对于中国并不十分友好 还曾经一度出现过 向09年华商蒙受巨大损失的血泪新闻 而自从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 被西方制裁后 这一趋势开始迅速改善 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达到了新的高度 开战后 上千家外企撤离俄罗斯 涉及领域小道服饰大道汽车 这些市场空间很快就被中国制造接手 2023年第一季度 中国对俄出口240亿美元 大增47% 这里头中国汽车更是占据了 俄罗斯42.5%的市场份额 也成为了中国汽车本季度最大的出货市场 中俄是天然存在地缘利益冲突的两大邻国 而关系之算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上不封顶的高水平 除了两国决策层长远的战略考量外 就得输美国不遗余力的搭线撮合了 博物战争打到今天 为什么又再次让人感叹这是中国的国运 其实如果你熟悉历史就会发现 每当有搅动世界格局的大事发生时 中国都会瞅准时机干票大的 往往都是以最小的风险收获最大的战略利益 我将此称之为中国顶级的大局观和实际意识 用时髦点的话来说就是 兔子是真的会抓Timing啊 具体的操作形式万变不离其宗 就是较言的那句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1962年10月15日 美国通过YouTube飞机拍摄的间谍照片 发现家门口的古巴竟然部署了来自苏联的导弹 白宫震惊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美国围绕导弹的数量以及预警时间展开紧急讨论 10月20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封锁古巴港口 就在同一天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美苏的河按钮上时 中国瞅准时机一个大耳光子 删向了此前一直挑衅不止的东方某大国 中国西藏边防部队集结了一万余人的兵力 对印军第七旅实施反击 行动于20日俯小开始 对印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可如此体量巨大的两个国家爆发边境冲突 竟然连个围观的都没有 世界的焦点依然在古巴 10月22日 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 23日 赫鲁晓夫做出回应 表示不接受美国封锁 24日 美国将封锁范围扩大到整个古巴 危机至此迎来高潮 在这个节骨眼上 中国政府也发表声明 当然不是针对古巴危机 而是印度 提出停止冲突 重开谈判 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三项建议 被印度拒绝 10月28日 赫鲁晓夫撤回导弹 古巴危机告一段落 巧了 就在这一天 占领了藏南和旺达地区 并拔除37处印军据点的中国边防军 宣布对应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把美苏对立真正玩明白的中国人 并未就此止步 除了给印度打上心理阴影的思想刚硬 还让越南付出了被刺的代价 1979年 中国周围发生的很多事 直接塑造了往后40余年的世界格局 其魔幻程度堪称冷战之最 1月1日 中美正式建交 用东西连横破苏联 越南的南北合纵 中国人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 紧接着 邓公1月29日正式访问美国 出于友好 向美国人透露了一件自己的家事 小朋友不听话 要打打屁股了 根据近些年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 卡特总统在当时曾极力劝阻邓公 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和手腕解决争端 能不打就不打 邓公对此做出了相当强势的回应 越南这一次我们是打定了 这次来不是征求谁的意见 就是通知贵方 2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越南 发起了惩罚性作战 56万大军分多路向越南大举反击 中越军队在开始接触的第一时间 美国人就立即召会苏联大使并明确表示 在中国人和他的小朋友这件事上 苏联必须保持克制 如果轻举妄动 那么美国也会同步采取相应行动 苏联人没想到 自己在筹算阿富汗这盘棋的时候 兔子竟然跨过太平洋 统战到了白头鹰 这个世界太疯狂 耗子都给猫当伴娘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国运 有的只是无数个人选择下的命运 汇聚而成的人定胜天 我讨厌总结一个人的成功时 说他运气好 也厌恶讨论国家复兴时 归因一切与国运异点 因为这个肤浅的词汇 太能轻易否定掉历史细节里 所有的牺牲和付出 哪里有什么国运 有的只是转瞬即逝的机遇 和善于把握机遇的民族与国家 我讨厌害